歡迎來到聽課可以的第三堂課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馬達和可編電阻 今天的學習目的如畫面所示 電位器又稱為可編電阻 圖形如畫面所示 在這邊有個叫電位器 那電位器有三隻腳 三隻腳我們記得 它的最左邊端子一 接軸跟端子二 端子一到端子二之間 它們的電阻是百分之百電阻 也就是全部 那接軸的部分 就像我畫面中講的這個 很像席中的這個旋鈕 基本上在旋轉它的過程 其實電阻會改變 也就是所謂造成的可編電阻 那我們只要如果要任何的改變的話 我們可以先透過 電錶 萬用錶 萬用錶這邊我們可以去做一個量測 那萬用錶有很多功能 那基本上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量測電流 第二個量測電壓 第三個量測電阻 那我們點擊萬用錶之後 在模式這邊可以選擇電阻 那我們先把它做接線 我們一開始先把它做 先量測這幾個點 我們先量測所謂的端子一端子二 然後按開始模擬 那你會發現說像這是一顆 全部電影組是250kΩ的 我隨便怎麼轉 為什麼電阻都不會變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在端子一跟端子二之間 它的電阻是全部固定的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量其中 它可以讓它有變化 我一定其中 一隻腳要接我的接軸 讓我把它改變一下 也就是要接成中間那一隻 讓我再調整一下 那我再模擬一次 這時候你看一下 它的值 就會隨著我的旋鈕這樣旋轉 值會做改變 OK 那你現在發現什麼 我是不是逆時鐘越轉越大 OK 那接著如果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 剛剛是用到右邊那兩隻 現在我們又用到左邊這兩隻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剛剛是逆時針越來越大 那我們現在呢 換一下 現在是順時針越來越大 大家要記得這個特性喔 基本上 電位計可邊電阻 它的 第一個 重點是 要使用有變化量的話 其中一隻腳 一定要接 中間這一隻腳 第二個就是說 左右兩邊 其實會讓它的整個 旋轉的效果是顛倒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如何利用可飛電阻 來調整 我們需要的電路 那我們今天選擇 這一個叫做馬達 馬達 我們看一下它的說明 在全部這邊 我們看一下馬達 找到輸出裡面 這裡有個馬達 直流馬達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馬達 這裡它的說明是什麼 他說一種將電能轉換為機械能的馬達 那機械能的意思就是 轉動 或者是震動 或者是移動 我們都稱叫做機械 機械能 那也就是說 我馬達通電以後 它會旋轉 那馬達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 我的電壓如果越大的時候 它就能夠越轉越快 第二個就是說 我的馬達如果今天 正負接反的話 它可能旋轉的方向會顛倒 也就是說 如果 我今天 左邊接正電 右邊接負電 它是逆時針 那如果 顛倒過來 那其實它就會 反過來 轉 這樣子 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邊要記得 因為馬達需要的啟動電流 其實蠻大的 所以我們電阻呢 不能設定太大 所以老師這邊呢 我們將 整個電阻的最大值 設計成250歐姆 那 等一下我們看馬達的旋轉 那我們就開始 按摩擬 那一開始呢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 馬達轉速 轉速這邊放大 大概是5000RPM RPM的意思代表的是 每分鐘即轉 那現在我開始去旋轉 我的可變電阻旋鈕 那你有看到 隨著我的電阻越來越大 其實 我的轉速慢慢的在下降 因為其實我們的電壓 等於是我們的可變電阻 吃掉了一部分的電壓 所以繞成我們的馬達轉速變慢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 我們的可變電阻的旋鈕 那馬達速度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什麼 調速器 可以調整速度的 很多的原理 都是用到我們的可變電阻 那RPM 所以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拉到最快 大概是5000多 那我們這邊等一下呢 我們先停止模擬 接著呢 我們將我們的電池 增加到3顆電池 那我們一樣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 最大轉速 我們的最大轉速變成了 8000多 3顆電池的電壓比較多 所以我的最大轉速也提升了 所以這就是馬達的兩個特性 第一個 它會隨著我們的電壓越高 它的轉速越快 第二個特性 我們觀察 馬達 它現在是順時正轉 那如果我將我們的電極做調整 我將我們的正負接滿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 它現在變成逆時正轉 那你會看到我的RPM這邊有個負號 它基本上它的旋轉方向會相反 幫各位複習一下我們今天的學習重點 第一個 馬達是將電能轉為機線能的裝置 第二個 很多條速器使用的是可變電阻的原理 第三個 馬達有正負級之分 通常正負級反接的話 旋轉方向會相反 第四個 電壓越大 我的馬達轉速就越大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學習重點 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見 拜拜